兄弟们 怎么看 现在是11点40分了 咱们所有今天都会现在经历的都已经打包好了 但是我们看这是第一台 这是一个罗里现在的一台13118G 五页黑色的咱们已经给它封成全新的样子了 耳机也给它安排上了 然后这是一台14泼罗128G 屏幕小落叶的3500块钱已经被老铁秒了 我前两个视频有拍过这台机器 一样 然后这是一台14泼罗256G 也是一个比赋小多月的 再稍微40张带走的 比赞得少了1100块钱 配件这些都是有送的 然后这是一台14分8是256的 橙色99新的 都是一个老铁5500年带走的256G 然后这是一个罗里 刚刚下单的15128句 每版无所跟国王一样 说我说在充电60次是要击击带走的 然后这是一台12128G 2099带走的 已经给他移造电信了 像12的话 出来有四年了 电池第一次非常正常的 然后咱们今天回收一台ipad的2018polo64G的 橙色八五星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磕碰啊 这个地方橙色八五星 这个台咱们两千三万一点带个老铁啊 然后咱们现在市场收了一台14泼罗512G的 跟256的一个价 为什么 来信用看呀 这还是256的 这还是512G的 他们两个一个价 为什么 因为这台512的是 正品官换电池的 就是售后官方维修更换过电池啊 充电一次电池版地板 这台这两台都是5000块钱 每版无所双卡参加急用的 然后这台十四空卖是256G电池百分之96的极品橙色99新的 这台咱们55张那个老铁市场掉了100块钱 市场 然后咱们又回收了一台13256G的 这台13256电池 咱们已经依照电池的电池白地板16.6系统的 这台咱们回收来的便宜 咱们三千块钱带给老铁 为什么会说回收的机器 它就便宜一点呢 因为回收的话肯定是要比市场低低的价格收来 所以说我们卖的话也会更便宜一点 然后这些机器咱们都已经吃完了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等马上还没法走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